三星科技方面的消息 新一代台湾激黄大战正式开打了 看到三星今天抢先发表S5的手机 大手笔找来哈林代言 手机是主打可以拍出 紧身的泪单眼的拍照的功能 喊出信心满满一定可以蔓延上一代 不过来看到这一回 Sony还有宏达电的激黄 各自都打出了有4K的摄影 还有双镜头拍照的功能 紧接着在下周就会跟着登场 骑车亮黄色单车摇滚天皇哈林 一身紧身的运动服帅气亮相 出了哈林王丽雅领军的名模群 紧接登场走秀 三星机皇S5台湾正式发表 大手笔选在花博馆登场 灯光效果十足 一开口就自信满满 因为这一回S5不但正面 可以指纹辨识解锁 背面还可以随时测量心跳 拍照更是敬艳 拍好也可以调整景深 像这样选择前面或后面人像 清楚或模糊 这次的新机皇有共同的特色 都是0.3秒快速变焦 像我现在怎么拍都很清楚 另外呢就连洗澡都没有问题 还趁势发表两款智慧手表 结合手机搭配应用 在西班牙通讯大展之后 三星大动作抢头箱 毕竟接下来的别牌机皇不简单 硬体规格抢先看 三家同样搭上2.3G 四核处理器 但S5领先推出健康侦测 至于24号发表的利兔 2070万画素的相机 搭上4K摄影最高级 而28号亮相的宏达电M8 金属机壳跟体感操作 同样充满想象空间 一个更好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 虽然它是LTE的版本 可是价格非常非常接近3G的版本 不只功能 预估三家机皇都渴望维持上一代的价格 就希望提高竞争力 新年一年机皇大战 销售抢得先机 东南产绣约绢阳一龙 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